这个魔王究竟有多强 只靠一个祥指就能秒杀敌人 随便手一挥就能复活死者 无敌而带来的空虚 让他感到异常的无聊 于是故意委托勇者杀死自己 而在2000年后 最强魔王转生 一出生的他就能开口说话 仅仅一个月就长成小大人 而在这个世界有一座魔王学院 目的是培养新的魔王诞生 在第一天上课时 男主阿诺斯遭到 纯种王族的白猫针对 然而阿诺斯只是光站着 白猫就被困在原地 动弹不得 这可是魔王十足 可白猫却因生怨恨 通过家族诠释隐相操作 成为了阿诺斯鲁学测试的对手 并且还从家里带来了 可以抵御魔法的装备 不仅如此 为了狠狠报复阿诺斯 就连家族神器都给带来 瞧着气势 瞧着配置 那阿诺斯却一动不动 下一秒 只是听见阿诺斯的心跳声 白猫的全身血管 就突然炸裂 胜负一分 但白猫作为纯种王族 投降是不可能做的 他故意激将阿诺斯 有种杀死自己 他笃定没人敢对王族藐视 但没想到 下一秒阿诺斯就直接踩着他的头 第一次有人提出这种离谱的要求 阿诺斯很痛快地满足了他 只是一个响指 白猫就当场被一股能量哄碎 这个行为是在挑衅王族 但是阿诺斯随手一挥 直接死去的白猫竟然被凭空复活 但是第一点都不服气 阿诺斯也看出了白猫之人 是一个除了嘴硬哪里都不硬的人 于是继续一个响指 然后机翼续复活 重复上百次后 白猫终于精神崩溃 忍输了 接下来是第二轮的魔力测试 阿诺斯直接将魔力水晶测爆了 但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在当天夜晚 阿诺斯就带着女主米夏回家 这两老母亲当场内奔 小阿诺斯才出生一个月 就带新娘回家了 但这也还不算什么 因为在这之后 阿诺斯竟连米夏的姐姐莎夏 也给带回家 原因是因为莎夏 是存种王族的血脉 而米夏是不受待见的混血 从小就叫不起混血的莎夏 整日欺负米夏 阿诺斯替她解围 却遭到莎夏的挑战 要求谁输就要听同谁的 自古以来 每部分的女生只要主动决斗 好想就从没有赢过 过不期待 阿诺斯只是手指一抬 就将王室组成的巨炮能量给红碎 不仅如此 数十道防护肘全被击碎 后攻成员 加一 而有了阿诺斯的调节 密夏姐妹俩的关系 重归于好 为此莎夏光速白给 趁老妹不注意 直接偷家吻了阿诺斯 实话还说 这是友情之问 原来做朋友就能接问 我看很行 之后 学员组织学生到一处城堡探线 哪一小组找到的东西最厉害 谁就获胜 不要拦住却不紧不慢 没有其他同学占据先机 只因为这个城堡是他家 最后 阿诺斯带了姐妹俩来到了暗门 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 都是上等货 密夏给沙夏挑了一件衣服 也要换衣服 为由把阿诺斯给赶了出去 等阿诺斯回来后 却看到了密夏惨死的一幕 那凶手自然就是沙夏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但阿诺斯却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密夏惨死的画面 竟是幻觉 而醒来的密夏 却不怨恨沙夏 原来 两个人原本 就是同一个人 使阿诺斯曾经的手下艾维斯 将沙夏的本体一分为二 等到15岁时 就能笼合 创造出更强的本体 届时 有独立思想的密夏 就会死去 而沙夏之所以会去伤害妹妹 是想趁密夏昏迷 进行阻隔互调 那密夏代替自己活下去 虽然之前一直欺负密夏 但沙夏童年几乎只有密夏陪伴 所以他一点都不希望密夏消失 为了让两姐妹不留遗憾 阿诺斯决定动用始祖之力 拥有时间模仿 让两人回到过去 然后成为真正的双胞胎 但是他的行动 却被曾经的手下七王之一 艾维斯给阻止 对方的记忆明显被人篡改 阿诺斯不想浪费时间 偷出自己的武器 只是一刀 就打败了目前魔界的 最高战役之一 阿诺斯发现 艾维斯的脑海有多余的抑制 在消除掉后 对方的记忆也恢复正常 阿诺斯让他不要声张 自己回来了 他很好奇 到底是谁篡改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让原本的魔王阿诺斯 变成了阿沃斯 很快 密夏姐妹的仪式就完成了 经过这件事 两人对阿诺斯可以说 就差隐身相许了 阿诺斯也将米夏喜欢的一个魔法戒指 送给了他 只是你戴的这个无名纸 是什么意思呢 实力超强 情商又高 就问着魔王 有谁不爱 其他一个女老师外表极度冷漠 私下更是一个作风极不检点的人渣 她瞧不起混血 每天都在纯种贵族面前流去拍满 班上的混血学生 一直遭到她的击辅 一名混血学生找到魔王权杖 却被女老师安排人偷走 然后随便给了一个低分 有人想要抱怨 换来的 却是开除的威胁 唯独阿诺斯一点都不生计 稳稳地来到了一位贵族身旁 从她胸口竟偷出了一把丢失的魔王权杖 女老师被打电 因此便记恨上了阿诺斯 贵族对混血的歧视已经存在很久了 但有一位叫雷的贵族却从来不歧视混血 并且找到了阿诺斯 表示自己感觉他很熟悉 想要跟他做朋友 雷并不会魔法 但是剑术却是一流 在一次测验中 所有学生都无法拔出魔剑 唯独雷跟阿诺斯两人轻松拔下 并且还将魔族战力巅峰的骑王打败 阿诺斯也觉得雷死成相识 很像自己2000年前的一个手下 为此双方还展开一次决斗 没想到身为最强魔王转身的阿诺斯 竟被雷打断了武器 但最终还是阿诺斯极高一筹 后来阿诺斯找到了混血的后援 为了不被贵族打压 也为了可求平等 混血们自发组织一个叫统一派的团体 但这个团体的人实在太少了 唯一的好处就是女生超多 还全都是男主阿诺斯的粉丝 而魔剑大会即将举行 那个阿诺斯得为女老师评委 被选人员 但是阿诺斯却得知这次魔剑大会 可能会是一场红门宴 可没想到妈妈却来给他加油打气 父亲还特地打造了一把魔剑给他 这段阿诺斯不得不上 而第一场对决的人竟是女老师大哥 是上一届的冠军 也是皇室正统 可是在阿诺斯手上却走过三招就被打败 这种女老师起得要死 对阿诺斯的怨恨更加强烈 不过好在雷已经被贵族给控制 他将是贵族用来打败阿诺斯的工具 原来那位母亲被贵族威胁 让雷不得已只能替贵族散斗 而女老师更是心狠手那 直接在夜晚拦解阿诺斯的母亲 竟然阿诺斯及时赶到 不然到母亲还真给交代了 这次抵触碰到阿诺斯的底线 他将女老师杀死 可所有认为这样太便宜他了 于是又将女老师复活 改变了他们的血脉 既然他那么讨厌混血 那就让他成为混血 痛苦地活下去 果然这个方法让女老师当场崩溃 而隔天墨金搭配 进行了雷跟阿诺斯的决斗 双方还被要求戴上 会吸收魔力的手铐 结果雷的手铐竟还是假的 墨诺斯还直接告诉阿诺斯 他的手环跟雷的母亲相连 如果阿诺斯输了 雷的母亲就会死 但是如果雷输了 他体内的契约就会引爆 所以阿诺斯赢也不是输也不是 战况变得非常较凿 就在阿诺斯真的打败了雷后 他们两人竟被送到了一处 第一次元空间 没想到自诩平等的统一派老大 伯兰仅是这次鸿门宴的主谋 阿诺斯前世的七个手下 因为被篡改记忆 竟全都想杀了他 再来扶持假的魔王阿诺斯 让雷跟阿诺斯斗歌仰败巨生 本因为胜圈在握 没想到阿诺斯早有准备 之前打败雷 只是为了摧毁限制他的契约 应该无法用雷要挟阿诺斯 伯兰找用雷的母亲要挟 可手下终就是手下 阿诺斯最终还是打败了伯兰 并唤醒了他的记忆 并且还彻底绝醒了 生前的全部实力 而刚刚一次原发生的一切 在现实中不过才发生几秒 阿诺斯成功拿下了 魔金大卫的冠军 要颁奖的人 可是身为贵族的沙夏 除了奖兵一贯 还有一个专属奖励 不得不说 沙夏一直都是能上大分的人 这奖明显是自己家的呀 那这个风波过去之后 学院换了一个女老师 而人类类编的勇者学院 要请魔王学院过去学习 只用一秒 阿诺斯就从魔王学院传送到了勇者学院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快的难呢 而到了勇者学院后 阿诺斯在彻底要解 这两千年前牺牲坏来的和平 近年人见 而且成了是勇者 打败了魔王 并且这个魔王的名号 也被改成了阿乌尔斯 成了阿诺斯更想想调查 关于这个假魔王的事 但在这之前 阿诺斯很奇怪 勇者到底干嘛去了 那么正直的人 确定有历史被开泄 结果阿诺斯在学界比安卡 这边了解到 勇者是被人类杀死的 而凶手竟是勇者曾经的老师 也是讨伐魔族的总帅 杰尔家 这是勇者学院和魔王学院的一场较量 自取正义的勇者竟不断耍赖 在湖里放了会让魔族人进魔的圣水 事后还大胆地嘲笑魔族人 如果怕圣水 那就把湖水抽干呗 这个建议很不错 魔王阿诺斯决定采取 于是手一抬 一个超大型能量球就这样诞生 之后他手一挥 整个圣国就直接被轰成平地 这让勇者学院很不爽 于是直接挑明 来打一架啊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这群勇者竟都是一点千打的怪笑 万万没想到 自取正义的人类勇者竟成了反派 而双方决斗 勇者更是不断使出下散烂的超数 但无奈阿诺斯的实力真的太强了 直到最后 什么决斗不管了 只要能赢就行 于是勇者超级人类集体鼓舞 为他们汇聚爱的能量 难并乱 连魔王的小巧互动都打不破 之后阿诺斯有样学样 不就是爱的力量吗 来自统一派的魔王粉丝后运 开始唱出悦耳的噪音 最后手指一台 直接秒杀的勇者和人组 在准备拿走他们的本源时 却听到一个女人的呼喊 来到这里之后 阿诺斯才知道了 人类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当年勇者卡龙的老师 邪恶家安排的 他对魔族的怨恨极大 将杀死魔族的想法 拼命地关输给每一个人类 而知晓魔王阿诺斯 并不是一个坏蛋的勇者卡龙 并不赞同老师的做法 结果是遭遭老师的偷袭 卡龙死去后 没有关于他转生的消息 但是杰恶家此后却创造了一个变态 也就是之前阿诺斯见过的学姐 比安卡 这次呼喊巴诺斯的女人 也是他 他告诉阿诺斯 这个血运的勇者都是复制品 不管杀死多少 都会通过他继续复制 更多的勇者诞生 听完这个秘密以后 假魔王阿诺斯竟然出现在这里 大摇大摆地将勇者的圣剑拔出 这是连魔王阿诺斯的 无法控制的武器 生前被夺 人类之变彻底对魔族人产生怨恨 而魔族人在假魔王阿诺斯的号召下 决定霸动战争 只能阿诺斯很着急 他必须去阻止假魔王的行动 两人打了起来 结果假魔王的身份 竟是魔族的贵族雷 也是2000年前的勇者 卡龙转世 他没有转世成勇者 而是转生成魔族 他挑起的战争不过是一个幌子 只要人类打败了他这个假魔王 那么阿诺斯就可以活下来 这就是英雄系英雄 2000年前魔王阿诺斯牺牲自己换取和平 2000年后 勇者卡龙牺牲自己来换取和平 这对CP我磕了 两人都不愿意对方牺牲 最后两人爆发金石大战 关于一场谁去死的争斗 就这样展开了 但结果 是阿诺斯又一次故意被勇者杀死 既然真相是这个情况 那么魔王是谁根本不重要 只要带着这个面具的魔王死了就行 虽然这不是雷想要的结局 但他还是举起圣剑 高喊 魔王已死 战争结束了 可这个结局 却让勇者学院的老师很不满 他生生魔族的人没有被彻底消灭 于是带领大批不吃人打算进攻魔族 还惯醒了最终的反派 杰厄加 他才是那个最不允许魔族人存在的人 毕竟 他的家人被魔族人杀死 卡龙想要阻止杰厄加的计划 但没想到 却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魔族真的可能会被杰厄加徒鲁殆尽 关键时刻 阿诺斯竟然复活了 别在意为什么会复活 都会快大结局了 这个魔王就有不装备的时候吗 复活的阿诺斯跟卡龙两人双肩合臂 就算杰厄加的手下都在帮助魔族 所有人在这一个时候都看清了局势 而魔族的人也在帮助人类治愈 杰厄加已经为了毁灭魔族而不顾敌我 这是丝绸而不是大意 眼看魔族人类齐心协力 阿诺斯也明白了 是时候经理砸碎了 最终杰厄加被养人年少打败 之前彻底恢复和平 最后呢 那些不止人也被阿诺斯全部带走 那母亲这次是真的顶不住了 租租一万个孙女 这该怎么样啊 完全撒花 翻名魔王学院的不适合者 虽然该翻的女生都长得挺漂亮的 但是话说 我竟对勇者和魔王产生了兴趣 两者并不是对立面 想爱想少的画面 真的都能感觉这才是真爱 并且在看翻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没想到勇者就是雷 谁能想到好端端的龙奥天后宫翻 正最后给变成了看妻友 这也是我晚没想到的 但三关跟着五关走 重点还是雷的白毛 真的太帅了 如果雷的角色造型会能接着加 那我估计会忍不住说一句 勇者必死 强烈推荐各位补翻 毕竟还有很多魔王装备的剧情 我没有逃出来讲 这种画面还是得自己体验 才能有神明其境的感觉 我就是魔王 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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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